生命纪第1章 以下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舒服对面的亚拉巴 就是在巴兰和陀佛、拉班、哈喜路、底萨哈之间 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从和列山经过希尔山的路 到达加蒂斯巴尼亚 共有11天的路程 出埃及以后,第40年11月1日 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他一切关于以色列人的话 都告诉了他们 当时他已经击败了住在西石本的亚摩利人的王西红 和住在亚斯塔路与以德莱的巴山王厄 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开始讲解这律法 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和列山告诉我们 你们在这身上住够了 现在你们要转回 启程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去 到那些住在亚拉巴、山地、低地、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黎巴嫩 直到大河 就是又发拉底河一带的地方去 看啊,我把这地摆在你面前 你们要进去占领这地为业 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启示应许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地 那时我曾经对你们说 你们的重担我独自一人无法担当 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 你们看,你们今日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现在更多千倍 又照着他应许你们的话赐福给你们 我独自一人 怎能担得起你们的重担、责任和你们征颂的事呢 你们要按着支派选出一些有智慧、有见识、有经验的人 我就立他们做你们的首领 你们回答我说 你吩咐我们做的事很好 我就选出你们众支派中的领袖 就是有智慧、有经验的人 按着你们的支派 立他们做管理你们的首领 就是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和其他官长 那时我吩咐你们的审判官说 你们在兄弟中听诵 无论是兄弟彼此诉讼 或是与同居的外地人诉讼 都要按着公义审判 审判的时候不可偏袒人 无论贵、尊卑 都要一样地听诵 不可怕人的情面 因为审判是属于神的 如果你们遇见难断的案件 可以呈到我这里来 让我审断 那时 我把你们当作的一切事都吩咐了你们 我们照着耶和华 我们的神吩咐我们的 从和列山起行 走过你们所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沿着到亚摩利人山地的路而行 后来到了加迪斯巴尼亚 我对你们说 你们已经到了亚摩利人的山地 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 看啊 耶和华你的神已经把这地摆在你面前 你要照着耶和华你列祖的神告诉你的上去 占领那地 不要害怕 也不要惊慌 你们众人都走到我这里来 说 我们要先派些人去 替我们窥探那地 然后把我们上去该走哪一条路 该进哪些城 向我们回报 这话我很同意 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 于是他们转身出发 上了山地 到了以食个股窥探那地 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 带下来到我们这里 并且向我们回报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 要赐给我们的地是美地 但你们不肯上去 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吩咐 你们在账目里抱怨 说 耶和华因为恨我们 所以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消灭我们 我们上哪里去呢? 我们的兄弟使我们心灰意冷 说 那地的人比我们高大 他们的诚意又大又坚固 高耸入天 我们在那里还看见有亚纳族的人 我就对你们说 不要惊恐 不要害怕他们 耶和华你们的神 就是那走在你们前面的那一位 他必为你们作战 好像他在埃及 在你们面前 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一样 并且在旷野里 你们也看见了耶和华你们的神 怎样在你们所行的一切路上 背负你们 好像人背负自己的儿子一样 直到你们来到了这地方 虽然这样 你们还是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 他在路上走在你们前面 为你们寻找安盈的地方 夜间用火柱 日间用云彩 只是你们当走的路 耶和华听见了你们说话的声音 就恼怒 启示说 这个邪恶世代的人 连一个也不能看见我启示 应许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帝 只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可以看见 并且我要把他踏过的地 赐给他和他的子孙 因为他专心跟从了我耶和华 因为你们的缘故 耶和华也向我发怒 说 你也不能进入那地 但是站在你面前 侍候你的难的儿子约书亚 他可以进到那里去 你要鼓励他 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 还有你们的小孩子 你们说要被掳掠的和你们的儿女 就是今天还不知道善恶的 他们都要进入那地 我要把那地赐给他们 他们要占领那地 至于你们 你们要转回 今往红海的路 启程到旷野里去 那时你们回答我说 我们得罪了耶和华 现在我们愿意照着耶和华 我们神的一切吩咐 上去作战 于是 你们都预备了兵器 轻率地上山去了 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上去 也不要作战 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 免得你们在仇敌面前被击败 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 竟违背耶和华的吩咐 擅自上山去了 住在那身上的亚摩利人 就出来攻击你们 好像风群一样追赶你们 在西尔击杀你们 直到荷尔玛 你们就回来 在耶和华面前哭 但耶和华不听你们的声音 也不向你们侧耳 于是 你们在加迪斯 住了许多日子 生命纪第二章 以后我们照着耶和华 吩咐我的 回转过来 沿着往红海的路 启程到旷野去 我们在西尔山 绕行了很多日子 耶和华对我说 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 已经够了 现在要转向北去 你要吩咐人民说 你们的兄弟 以嫂的子孙 住在西尔 你们现在要经过 他们的境界 他们必惧怕你们 所以你们要十分谨慎 不要与他们争执 他们的地 连脚掌那么大的一块 我都不给你们 因为我已经把西尔山 赐给以嫂做产业 你们要用银子 向他们买食物吃 也要用银子 向他们买水喝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对于你手里所做的一切事 都已经赐福给你 他也知道 你怎样走这大旷野 这四十年来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常与你同在 使你毫无缺乏 于是 我们离开 我们住在西尔的兄弟 以嫂的子孙 继续前行 沿着亚拉巴的路 到了以拉他 和以寻加别 然后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可敌视摩押人 也不可与他们争战 他们的地 我不赐给你做产业 因为我已经把亚尔 赐给了罗德的子孙 做产业 以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 这族人人数众多 身体高大 像亚纳族人一样 这以米人 像亚纳族人一样 也算为利法因人 但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 以前和利人也住在西尔 但以嫂的子孙 占领了他们的产业 消灭了他们 住在他们那里 就像以色列在耶和华 赐给他们做产业的地上 所行的一样 现在你们要起来 过萨列西 于是我们过了萨列西 自从我们离开 加迪斯巴尼亚 直到过了萨列西的日子 共有38年 等到那世代的战士 都从营中灭绝为止 正像耶和华 向他们所起的事一样 耶和华的手攻击了他们 把他们从营中除灭 直到灭尽为止 所有战士都从民中死尽以后 耶和华就对我说 你今天要经过摩押的境界 雅尔 你走进亚门人面前的时候 不可敌视他们 也不可与他们争执 雅尔人的地 我不赐给你们做产业 因为我已经把那地 赐给了罗德的子孙做产业 那地也算为立法因人的地 以前立法因人住在那里 但雅尔人称他们为散送民 这族人人数众多 身体高大 像雅纳族人一样 但耶和华从雅门人面前消灭了他们 雅门人就占领了他们的地业 住在那里 好像耶和华从前为住在希尔的 以扫的子孙所做的一样 就是把和利人从他们面前消灭 他们就占领了他们的地业 住在他们那里直到今日 还有雅魏人原先住在加萨附近的各村庄里 有的从加肥托出来的加肥托人 把他们消灭了 住在他们那里 现在你要起来出发 过雅难谷 看啊 我已经把雅魔力人西石本王西红 和他的土地交在你的手里了 你要开始占领那地做产业 与他征战 就在今天 我要是天下万民听见你的消息 都惊慌惧怕 而且因你的缘故发抖疼痛 我从基底墨的旷野 派使者到西石本王西红那里去 用和平的话说 求你让我从你的地经过 我只走大道 不偏左 也不偏右 你可以按着价钱 把食物卖给我吃 也可以按着价钱 把水卖给我喝 只要让我步行过去就是了 好像住在西尔的姨嫂子孙 和住在西尔的摩扬人带我一样 等我过约旦河 进到耶和华我们的神 赐给我们的地去 但是西石本王西红 不肯让我们从他那里经过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 使他的心意顽固 使他的心刚硬 我要把他交在你的手里 像今日一样 耶和华对我说 看啊 我已经把西红和他的地交给你了 你可以占领他的地做产业 那时西红和他所有的人民 都出来攻击我们 在雅杂与我们作战 耶和华我们的神 把他交给了我们 我们就把他 他的儿子们 和他所有的人民都击杀了 那时 我们夺取了他所有的诚意 把每一座城 连男带女 以及小孩子都全部毁灭 没有留下一个存活的 只留下我们略为极有的牲畜 和我们夺取诚意所得的战利品 从亚难谷旁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 直到激烈 没有一座城太高 是我们不能攻下的 耶和华我们的神 把这一切都交给我们了 只有亚门人的地 亚伯河一带的地方 和山地的城市 以及耶和华我们的神 吩咐我们不可去的地方 我们都没有走近 后来我们回转过来 沿着到巴山的路上去 巴山王厄和他的众民 都出来迎着我们 在以得来与我们作战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怕他 因为我已经把他和他的众民 以及他的土地 都交在你的手里 你要带他 像从前你带西石本的 亚摩利人的王西红一样 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也把巴山王厄和他的众民 都交在我们的手里 我们击杀了他们 没有留下一个存活的人 那时我们掠夺了他所有的城 在巴山王厄的国土里 雅尔戈的全境 共有六十座城 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 这些城都是以高墙做堡垒 有城门 有门栓 此外还有很多 没有城墙的乡村 我们把这些都灭尽 像从前我们带西石本王西红一样 把各城中的男女 和小孩子都灭尽 只有城中所有的牲畜 和夺得的财物 都略为己有 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 亚摩利人的两个王手里 把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的地 夺了过来 西顿人称黑门山为西连 亚摩利人却称它为士尼尔 就是夺了平原上所有的城市 激烈全境和巴山全境 直到萨迦和以德莱 这都是巴山王厄国内的城市 立法英人的渔民中 只留下巴山王厄一人 看呐 他的床是铁的 长四公尺 宽两公尺 这是按一般的尺寸凉度 现在不是还在亚门人的拉巴吗 那时我们占领了那地 从亚嫩谷旁边的亚罗尔起 我把激烈山地的一半 和其中的城市 都给了刘本人和迦德人 激烈其余的地方和巴山全境 就是恶王的国土 我都给了马拿西半个支派 雅尔戈全境 就是巴山全境 这叫做立法英人的地 马拿西的儿子雅尔 占了雅尔戈全境 直到基树人和马家人的边界 就按着自己的名字 称巴山全境 为哈沃特雅尔 直到今日 我又把激烈给了马吉 从激烈到雅嫩谷 以谷的中心为界 直到亚门人边界的雅伯河 我都给了刘本人和迦德人 又把雅拉巴和以约旦河为界 从基尼列直到雅拉巴海 就是沿海 在皮斯加山坡下东边的地方都给了他们 那时 我吩咐你们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做产业了 你们所有的战事都要预备好 在你们的兄弟 以色列人面前过河去 只有你们的妻子 小孩子和牲畜 可以留在我赐给你们的城里 直到耶和华 使你们的兄弟 像你们一样得了安身的地方 他们也占领了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在约旦河西 赐给他们的地 然后你们个人 才可以回到 我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地去 那时 我吩咐约书亚 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 你们的神 向这两个王所行的一切 耶和华也必向你正要去的各国照样行 你们不要怕他们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要为你们作战 那时 我恳求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 你已经把你的伟大 和你有能力的手 显给你的仆人看 在天上地下 哪一个神能有向你所做的工作 能有向你所行的歧视呢 求你让我过去 看看约旦河西的美地 就是那美好的山地和黎巴嫩 但耶和华为了你们的缘故 向我发怒 不听我的恳求 耶和华对我说 罢了 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了 你要上皮斯加山顶去 举目向东 南 西 北 亲眼观看 因为你不能过这约旦河 你却要吩咐约书亚 兼顾他 鼓励他 因为他要在这人民前面过河去 是他们承受你看见的这地 于是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 生命纪第四章 以色列人啊 现在你们要听我向来教训你们遵行的律例和典章 使你们可以活着 可以进去得着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赐给你们的地做产业 我吩咐你们的话 你们不可增加也不可减少 好使你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 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命令 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 你们都亲眼看见了 所有跟随巴利皮尔的人 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消灭了 只有你们仅仅倚靠耶和华你们的神的人 今日全都活着 看哪 我照着耶和华我的神吩咐我的 把律例和典章教训你们 好让你们在将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 你们要谨守遵行 因为在万民的眼中看来 这就是你们的智慧和聪明 他们一听见这一切律例 就必定说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 有聪明啊 哪一个大国的人 有神与他们这样亲近 像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我们每次呼求祂的时候 与我们亲近一样呢 又哪一个大国 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和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面前颁布的这一切律法呢 你只要自己谨慎 又要谨守你的心思 免得你忘了你亲眼看见的事 又免得这些事 在你有生之日离开你的心 总要把这些事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免得你忘了你在和列山 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的那天 那时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为我召集众民 我要叫他们听我的话 使他们在那地上生活的日子 可以学习敬畏我 又可以教训自己的儿女 那时 你们走前来 站在山下 山上有火烧着 火焰冲天 又有黑暗 密云和幽暗 耶和华从火中对你们说话 你们只听见声音 却没有看见形象 只有声音 把他的约 就是他吩咐你们遵守的那十条诫命 向你们宣布出来 又把他们写在两块石板上 那时 耶和华也吩咐我 把律例和典章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将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 你们要特别小心 谨慎自己 因为耶和华在和列山 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一天 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 恐怕你们败坏自己 为自己制造偶像 制造任何神像的形象 无论是男像或是女像 或是地上各种走兽的像 或是飞翔在空中各类有翅膀的雀鸟的像 或是地上各种爬行动物的像 或是地底下水里各样鱼类的像 又恐怕你抬头望天 看见日、月、星 就是天上万象的时候 就被勾引 去敬拜和侍奉他们 那原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分给天下万民享用的 耶和华却把你们从埃及 从铁路那里领出来 做他自己的产业 自己的人民 像今日一样 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 向我发怒 并且启示不让我过约旦河 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那美地 我只有死在此地 不得过约旦河 你们却可以过去 取得那美地做产业 你们要自己谨慎 免得你们忘记了耶和华 你们的神 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就为自己制造偶像 制造任何神像的形象 就是耶和华 你的神 吩咐你不可做的 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是烈火 是祭邪的神 你们生子生孙 在那地住久了的时候 如果你们败坏自己 制造偶像 制造任何神像的形象 行耶和华 你的神看为恶的事 惹他发怒 我今日就呼天唤地 向你们作证 你们必在过约旦河 取得为业的地上 迅速灭亡 你们必不能在那地 长久生存 必全被消灭 耶和华 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在耶和华 要领你们所到的万国中 你们剩下的人数 必不多 在那里 你们必侍奉 人手所做的神 就是用木头 石头做成的 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吃 不能闻的神 但你们在那里 必寻求耶和华 你的神 如果你一心一意 寻找他 就必寻见 日后 你落在患难中 这些事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必归向耶和华 你的神 听从他的话 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 原是满有怜悯的神 他必不丢弃你 不毁灭你 也不忘记 他启示 与你的列祖 所立的约 你问问 在你以前过去的日子 自从神创造人 在地上以来 从天这边 到天那边 有没有人 行过这样的大事 听过像这样的事呢 有没有一个民族 听见神 在火中说话的声音 像你听见的一样 还能活着呢 有没有一位神 尝试借着试验 神机 骑士 战争 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以及大而可畏的事 把一国的人民 从别的国中领出来 像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在埃及 在你们面前 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事呢 这是要显明给你看 使你知道 只有耶和华是神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他从天上 使你听见他的声音 为要教导你 又在地上 使你看见他的大火 并且叫你听到 他从火中所说的话 因为他爱你的列祖 所以才拣选了 他们的后裔 用大能 亲自把你从埃及领出来 为要把比你大 比你强的民族 从你面前赶走 然后领你进去 把他们的地 赐给你做产业 像今日一样 所以今天 你要知道 也要记在心里 天上地下 只有耶和华是神 除他以外 再也没有别的神了 你要遵守我今日 吩咐你的律例和诫命 使你和你的子孙 得享福乐 也使你在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的那地上 得享长寿 那时 摩西在约旦河东 日出的方向 把三座城分别出来 让那些素无仇恨 无心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去 逃到这三座城的一座去的 都可以活着 为刘本人分出了在旷野平原的比西 为加德人分出了激烈的拉末 为马拿西人分出了巴山的戈兰 以下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立的律法 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对他们所说的法度 律例和典章 地点是在约旦河东 伯皮尔对面的谷中 就是住在西石本的 亚摩利人的王西红的地 这西红 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击杀的 他们占领了他的地 和巴山王厄的地 就是两个亚摩利人的王 是住在约旦河东 日出的方向的 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 直到西云山 西云山就是黑门山 还有约旦河东的亚拉巴全地 直到亚拉巴海 就是皮斯加的山坡下 摩西把以色列人都召了来 对他们说 以色列人啊 我今日讲给你们听的 律例和典章 你们要听从 要学习 要谨慎遵行 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和列山与我们立了约 这约 耶和华不是与我们的列祖立的 而是与我们今日 在这里还活着的人立的 耶和华在山上 从火中 面对面地与你们说话 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 要把耶和华的话告诉你们 你们因为惧怕闹火 所以没有上到山上来 耶和华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经把你从埃及地 从维奴之家领出来 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你不可为自己做偶像 也不可做天上 地下和地底下 水中各物的形象 不可跪拜他们 也不可侍奉他们 因为我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恶我的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从父亲到儿子 直到三四代 爱我和遵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施慈爱 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 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 耶和华 必不以他为无罪 要遵守安息日为圣日 照着耶和华 你神吩咐你的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工作 但第七日 是属于耶和华 你神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仆悲 牛驴 和一切牲畜 以及你城里的寄居者 不可做任何的工 好使你的仆悲 可以和你一样享受安息 你要记住 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 你的神 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膀壁 把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 耶和华 你的神吩咐你 要守安息日 要孝敬父母 照着耶和华 你的神吩咐你的 使你可以得享长寿 也使你在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 得享福乐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政贡 陷害你的灵社 不可贪爱你灵社的妻子 不可贪图你灵社的房屋 田地 仆悲 牛驴 和你灵社的任何东西 这些话 就是耶和华 在山上 从火中 密云中 幽暗里 大声对你们全体会众所说的 并没有加添什么 他把这些话 写在两块石板上 交给了我 那时山上被火烧着 你们听见有声音 从黑暗中发出来的时候 你们各支派的首领 和你们的长老 都走到我这里来 说 看哪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把他的荣耀和伟大 显给我们看 我们又听见 他从火中发出来的声音 今日我们看见了神 与人说话 而人还能活着 现在这大火 快要吞灭我们了 我们为什么要冒死呢 如果我们再听见 耶和华 我们神的声音 我们就必死亡 因为有血肉生命的人 有谁像我们一样 听见永活的神 从火中说话的声音 还能活着呢 现在求你走前去 听听耶和华 我们的神 要说的一切话 然后 你要把耶和华 我们的神 对你所说的一切话 都告诉我们 我们就必听从 也必遵行 你们对我说话的时候 耶和华 听见了你们说话的声音 耶和华就对我说 这人民对你所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他们所说的都很好 但愿他们常常存着这样的心 敬畏我 遵守我的一切诫命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永享福乐 你去对他们说 你们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吧 至于你 你要站在我这里 我要把一切诫命 律例 典章都告诉你 你要教导他们 使他们在我赐给他们做产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 你们要照着耶和华 你们的神 吩咐你们的 谨守遵行 不可偏离左右 你们要走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 吩咐你们走的路上 使你们可以活着 可以享福 并且使你在将要占领 为业的地上 可以长久居住 生命纪 第六章 以下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吩咐我 教导你们的诫命 律例 典章 使你们在将要过去 占领为业的地上遵行 好叫你 和你的子子孙孙 一生一世 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遵守他的一切 律例 诫命 就是我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子可以长久 以色列 你要听从 就谨守遵行 使你在流奶与密的地 可以享福 人数大大增多 向耶和华 你列祖的神 应许你的 以色列 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耶和华 你要全心 全信 全力爱耶和华 你的神 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 都要记在你的心上 你要把这些话 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或行在路上 或躺下 或起来的时候 都要谈论 你也要把这些话 细在手上做记号 戴在额上做头戴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柱上 和城门上 耶和华 你的神 领你进入 他向你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启示应许给你的地 那里 有不是你建造的 又高大 又美丽的城市 有装满各样美物的房子 不是你装满的 有凿成的水池 不是你凿成的 还有葡萄园和橄榄园 不是你栽种的 你可以吃 并且吃得饱足 那时 你要谨慎 免得你忘记了耶和华 就是把你从埃及地 从维奴之家 领出来的那一位 你要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要侍奉他 奉他的名 启示 不可随从别的神 这是你们周围各民族的神 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祭邪的神 恐怕耶和华 你的神向你发怒 就把你从这地上消灭 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 你们的神 像你们在马萨试探他一样 要谨慎遵守耶和华 你们的神 吩咐你的诫命 法度和律力 耶和华 看为正为好的事 你都要去行 使你可以享福 并且可以进去占领耶和华 向你的列祖启示 应许的那美帝 照着耶和华说过的 把你所有的仇敌 从你面前赶逐出去 日后 如果你的儿子问你 耶和华 我们的神 吩咐的这法度 律力和典章 有什么意思呢 你就要对你的儿子说 我们在埃及 曾经做过法老的奴仆 耶和华 却用大能把我们从埃及领了出来 耶和华在我们眼前 把又伟大又厉害的神机启示 行在埃及 法老和他全家的身上 却把我们从那里领出来 我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的地 要把这地赐给我们 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力 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 使我们常常得享福乐 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保全 像今日一样 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 如果照着他吩咐我们的 谨守遵行这一切诫命 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生命纪第七章 耶和华你的神 领你进入你要去得为业的地 从你面前赶走许多民族 就是赫人 格加萨人 雅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共七个比你又大又强的民族 耶和华你的神 把他们交给你 你打败了他们的时候 你要完全毁灭他们 不可与他们立约 也不可恩待他们 不可与他们通婚 不可把你的女儿 嫁给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为你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离开我 去侍奉别的神 以至耶和华向你们发烈怒 就快快地把你们消灭 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 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神柱 砍下他们的亚瑟拉 用火焚烧他们的雕像 因为你是归耶和华 你的神做圣洁的子民的 耶和华 你的神 从地上的万族中 拣选了你 做他自己的产业 自己的子民 耶和华喜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不是因为 你们的人数比别的民族多 其实你们的人数 在万族中是最少的 而是因为 耶和华对你们的爱 又因为他遵守 他向你们的列祖所起的事 他才用大能的手 把你们领出来 把你们从维奴之家 从埃及王法老的手里 拯救出来 所以你要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 他是神 是信实可靠的神 他向爱他 和守他诫命的人 守约并且施慈爱 直到千代 但向恨他的人 却要当面报应他们 把他们灭尽 恨他的 他都要当面报应他 绝不迟言 所以 你要谨守遵行 我今日 吩咐你的诫命 律例和典章 如果你们听从这些典章 并且谨守遵行这一切 耶和华你的神 就必照着他 向你的列祖所起的事 向你守约 并且施慈爱 他必爱你 赐福于你 使你人数增多 也必在他向你的列祖 启示应许给你的地上 赐福于你身所生的 你地所产的 使你的五骨 酒 油 以及牛犊和羊羔增产 你必蒙福胜过万名 在你中间 没有不能生育的男女 也没有不能生殖的牲畜 耶和华 必使一切病症离开你 你所知 埃及各种的恶极 他绝不加在你身上 却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 耶和华 你的神 交给你的所有民族 你都要把他们消灭 你的眼 不可联系他们 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 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罗 如果你心里说 这些国的人比我多 我怎能把他们赶出去呢 你不要怕他们 只要牢牢地记住 耶和华 你的神 向法老和全埃及所行的事 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事宴 神机 骑士 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这都是耶和华 你的神 领你出来的时候使用的 耶和华 你的神 也必照样带你惧怕的所有民族 耶和华 你的神 还要打发大黄蜂 飞到他们中间 直到那些残存 躲藏起来的人 都从你面前消灭为止 你不要因他们惊慌 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 是在你们中间 祂是大而可畏的神 耶和华 你的神 必把这些国的民 从你面前 渐渐赶出去 你不可以把他们迅速地灭尽 恐怕田间的野兽 多起来害你 耶和华 你的神 必把他们交在你面前 使他们大起扰乱 直到他们全被消灭 他也必把他们的君王 交在你的手中 你必使他们的民 从天下消灭 必没有一人 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直到你把他们都消灭了 他们的神像 你们要用火焚烧 神像上的金银 你不可贪爱 也不可据为己有 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 因为这是耶和华 你的神厌恶的 可厌恶的物 你不可带进家里去 免得你与那物一样 成了当毁灭的 你要非常憎恨它 十分厌恶它 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 生命纪第八章 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 你们要谨守遵行 使你们可以存活 人数增加 并且可以进去得着 耶和华向你们的列祖 启示应许的那地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 你的神 这四十年在旷野 引导你的一切路程 我要使你受苦 要试炼你 要知道你心里怎样 看看你肯守 祂的诫命不肯 祂使你受苦 任你饥饿 把你和你的列祖 不认识的玛拿 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更要靠 耶和华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这四十年来 你身上的衣服 没有穿破 你的脚 也没有肿起来 因此你心里要明白 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 好像人管教祂的儿子一样 所以 你要谨守 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 遵行祂的道路 敬畏祂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快要领你进入那美地 那地有河流 有泉 有园 水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来 那地有小麦 大麦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那地有橄榄树 油和米 你在那地 必不缺乏食物 在那里 你必一无所缺 那地的石头 就是铁 从那里的身上 你可以挖出铜来 你吃饱了 就要称颂 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 祂把那美地 赐了给你 你要自己谨慎 免得忘记 耶和华 你的神 不守祂的诫命 典章 律例 这是我今日 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饱了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 家多 你的金银 增添 你所有的一切 都增加了 那时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了 耶和华 你的神 就是把你 从埃及地 从维奴之家 领出来的那一位 祂引导你走过那 大而可畏的旷野 那里有火蛇 有蝎子 有干旱 无水之地 祂曾经为你 使水 从坚硬的磐石中 流出来 祂在旷野 把你的列祖 不认识的玛拿 赐给你吃 是要使你受苦 要试炼你 使你终究得到福乐 恐怕你心里说 这财富是我的力量 是我守的能力 使我得着的 你要纪念 耶和华 你的神 因为得财富的能力 是他赐给你的 我要坚定他 向你的列祖 启示 所立的约 像今天一样 如果将来 你真的忘记了 耶和华 你的神 去随从别的神 侍奉和敬拜他们 你们必定灭亡 这是我今日 警告你们的 耶和华 从你们面前 怎样使万国的名灭亡 你们也必照样灭亡 因为你们没有听从 耶和华 你们神的话 生命纪第九章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你今日快要过约旦河 进去赶出 比你又大又强的列国 占领坚固高的顶天的城市 那地的民族 又高又大 就是亚纳族的人 是你知道的 你也听过 有人指着他们说 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 站立得住呢 所以 今日你要知道 耶和华 你的神 要像烈火一样 在你面前过去 他要消灭他们 他要在你面前 把他们征服 这样 你就可以照着 耶和华吩咐你的 把他们赶走 使他们迅速灭亡 耶和华 你的神 把这些国的民 从你面前驱逐出去以后 你心里不要说 耶和华 把我领进来 取得这地 是因着我的义 其实 耶和华 从你面前 把这些国的民赶出去 是因着他们的恶 你进去取得他们的地 并不是因着你的义 也不是因着你心里的正直 而是因着这些国的民的恶 耶和华 你的神 才把他们 从你面前赶出去 为要实践 他向你的列祖 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 启示应许的话 你要知道 耶和华 你的神 把这美帝赐给你 做产业 并不是因着你的义 你本来是顽固的民族 你要记住 不可忘记 你在旷野怎样惹 耶和华 你的神发怒 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天起 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 你们尝试反抗 耶和华的 你们在和列山 又惹 耶和华 发怒 以致耶和华 向你们发怒 要灭绝你们 那时 我上了山 要领受石板 就是耶和华 与你们立约的石板 那时 我在山上 住了四十昼夜 不吃不喝 耶和华 把那两块石板 交给了我 是神用手指写的 石板上 所写的 是耶和华 在大会之日 在山上 从火中 对你们所说的 一切话 过了四十昼夜 耶和华 把那两块石板 就是约板 交给了我 耶和华对我说 你起来 从这里 赶快下去 因为你从埃及 领出来的人 已经败坏了 他们很快 就偏离了我 吩咐他们 走的道路 为自己 铸造了偶像 耶和华又对我说 你看这民族 真是一个 顽固的民族 你不要管我 我要消灭他们 把他们的名字 从天下出去 我要使你成为一个 比他们更强 更大的国 于是我转身 从山上下来 山上有火烧着 我手中拿着两块约板 我观看 见你们自己 铸造了牛犊 很快就离开了 耶和华 吩咐你们走的道路 我拿着那两块石板 从我两手中扔下去 在你们眼前摔碎了 为了你们所犯的一切罪 做了耶和华 看为恶的事 惹他发怒 我就像先前那样 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四十昼夜 不吃不喝 因为耶和华 向你们大发烈怒 要消灭你们 我就很惧怕 但是那一次 耶和华也听了我的恳求 耶和华也向亚伦发怒 要消灭他 那时候 我也为亚伦祈祷 我把你们的罪 就是你们铸造的牛犊 拿去用火烧了 又把它捣碎 磨成细粉 像灰尘一样 我把这灰尘 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 后来 你们在塔贝拉 马萨 基伯 罗哈他瓦 又惹耶和华发怒 耶和华打发你们 离开加迪斯巴尼亚 说 你们上去 得我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地 那时 你们竟违背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命令 不相信他 不听从他的话 自从我认识了你们那一天起 你们就常常背逆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说要消灭你们 我就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共俯伏了四十昼夜 我祈求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 求你不要毁灭你的子民 你的产业 就是你借着你的大能救赎 借着你有力的手 从埃及领出来的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不要看这民族的顽固 邪恶和罪过 免得 你领我们从那里出来的 那地的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把他们 领进他应许的地 又因为恨他们 所以才把他们领出来 要在旷野杀死他们 但是 他们是你的子民 是你的产业 又是你借着大能和 生出来的榜币领出来的 生命纪 第十章 那时 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凿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然后上山到我这里来 又要做一个木柜 我要把你摔碎的 先前那两块板上的话 写在这两块板上 你要把它们放在柜中 于是我用造甲木 做了一个柜 又凿出了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然后我手里 拿着这两块石板 上山去了 耶和华把先前所写的 就是在集会的日子 在山上从火中告诉你们的石界 都写在这两块板上 耶和华把石板交给了我 于是我转身 从山上下来 把石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 照着耶和华吩咐我的 现在石板还放在那里 以色列人从比罗比 尼亚干起城 到了摩西拉 亚伦在那里死了 也埋葬在那里 他的儿子 以利亚萨 接替他 供祭司的职份 他们从那里起城 到了谷歌大 又从谷歌大 到约巴塔 就是多西水的地 那时 耶和华把 立位之派分别出来 叫他们抬 耶和华的约柜 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侍奉他 并且奉他的名 祝福 直到今日 所以立位人 在兄弟中 无奋无业 照着耶和华 你的神应许他的 耶和华自己 就是他的产业 我又像以前那样 在山上停留了四十昼夜 那一次 耶和华也听了我的呼求 他不愿把你毁灭 耶和华对我说 你起来 走在人民的前面 使他们可以进去 得着我向他们列祖 启示赐给他们的那地 以色列啊 现在耶和华 你的神 向你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 耶和华 你的神 行在他的一切道路上 爱他 一心一意 是奉耶和华 你的神 遵守耶和华的 诫命和律例 就是我今日 吩咐你的 为要叫你得福 看哪 天和天上的天 地和地上的一切 都是属于 耶和华 你的神的 但耶和华 只喜悦你的列祖 爱他们 他从万民中 拣选了他们的后裔 就是你们 像今日一样 所以 你们要给你们的心 行割礼 不可再顽固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他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伟大 有力 和可畏的神 他不寻情面 也不受贿赂 他为孤儿寡妇 伸张正义 又把衣食 给寄居的人 所以 你们要爱寄居的人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也做过寄居的人 你要敬畏 耶和华 你的神 侍奉他 依靠他 奉他的名 启示 他是你当颂赞的 他是你的神 他为你做了那些 大而可畏的事 就是你亲眼见过的 你的列祖 下到埃及的时候 一共不过七十人 现在 耶和华 你的神 却使你的人数 像天上的心 那么多了 生命纪 第十一章 所以 你要爱 耶和华 你的神 常常遵守 他的吩咐 律例 典章和诫命 今日 你们要知道 我并不是 与你们的儿女 说话 因为他们 不知道 也没有见过 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管教 伟大 有力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臂 以及他在埃及 向埃及王法老 和法老的全国 所行的神迹和作为 他们也没有见过 他怎样对待 埃及的军队 马匹和车辆 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了他们 把他们灭绝 这是 一直传到今日 并且 耶和华在旷野 怎样带你们 直到你们来到了这个地方 也没有见过 他怎样对待 刘本的子孙 以利亚的儿子 大滩 雅比兰 大地怎样在全体 以色列人中间裂开了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帐篷 以及与他们在一起 一切有生命之物 都吞下去 只有你们亲眼看见了 耶和华所做的一切伟大的作为 所以 你们要遵守我今日 吩咐你的一切诫命 使你们坚强起来 可以进去得着 你们将要过去得得那地 又使你们在耶和华 向你们的列祖启示应许 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 就是流奶与蜜的地 可以长久居住 因为你要进去得得那地 并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 在那里 你撒了种 还要用脚灌溉 像菜园一样 但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地 却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地 有天上雨水滋润的地 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眷顾的地 从岁首到年终 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 常常眷顾这地 如果 你们留心听我今日 吩咐你们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一心一意侍奉他 他必按时降雨在你们的地上 就是降秋雨和春雨 使你们可以丰收五谷 新酒和新油 他也必使田野为你的牲畜 长出青草来 你也可以吃得饱足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的心受迷惑 你们就偏离了我 去侍奉别的神 并且敬拜他们 叫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 就把天封闭 不降下雨水 地也不生出土产 使你们从耶和华赐给你们的美地上 快快地灭亡 所以 你们要把我这些话放在心里 存在意念中 要细在手上做记号 戴在额上做头戴 你们也要把这些话 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你是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或是起来 都要讲论 你要把这些话 写在你房屋的门柱上 和城门上 为要叫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 在耶和华 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上 可以增多 像天父帝的年日那样多 如果你们殷勤 谨守遵行 我吩咐你们的这一切诫命 爱耶和华 你们的神 行他的一切道路 又紧紧地依靠他 耶和华 就必从你们面前 把这些国民都赶出去 你们就必占领 比你们大 比你们强的国民的地 你们脚掌所踏的地 都必属于你们 从旷野到黎巴嫩 从右发拉底河直到西海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必没有一人 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必照着他对你们所说的 使害怕和惊惧你们的心 临到你们将要踏足之地的居民 看哪 我今日把祝福和咒诅 都摆在你们面前 如果你们听从 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 你们就必蒙赐福 如果你们不听从 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诫命 偏离了我今日 吩咐你们要走的道路 去随从你们素来 不认识的别神 你们就必受咒诅 耶和华 你的神 领你进入 你要占领 唯业之地以后 你就要把祝福 摆在基利新山上 把咒诅摆在以巴路山上 这两座山 不是在约旦河西日落的地方 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 与吉甲相对 靠近摩利像树那里吗 现在你们快要过约旦河 进去得耶和华 你们的神 要赐给你们 唯业之地 你们取得了那地 就住在那里 你们要谨守遵行 我今日在你们的面前 颁布的一切 律例和典章 生命纪 第十二章 你们活在地上的一切日子 在耶和华 你列祖的神 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 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和典章 就是这些 你们要把你们赶走的 列国的人 侍奉神的地方 无论是在高山上 在山岗上 或是在各清脆树下 都要完全毁坏 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神柱 用火焚烧他们的亚瑟拉 砍倒他们的神的雕像 并且 把他们的名字 从这地方除灭 你们不可像他们那样 侍奉耶和华你的神 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从你们各支派中 选择了什么地方 做立他名的居所 你们就当到那里求问他 把你们的凡祭 和其他的祭物 十分之一的礼物 和手中的贡献 还愿祭 和甘心祭 以及牛群 羊群中 投生的 都要带到那里去 在那里 就是在 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 你们和 你们的家人 都可以吃 并且 要因你们手 所做的一切事 都蒙 耶和华 你的神 赐福而欢乐 我们今日 在这里所行的 是行个人 看为正的事 你们将来 不可以这样行 因为你们现在 还没有到 耶和华 你的神 赐给你的 安息地和产业 但是你们 过了约旦河 住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使你们承受 为业的地 又使你们太平 脱离你们周围的 所有仇敌 安居乐业 那时 你要把我 吩咐你们的 梵祭和其他的祭物 十分之一的礼物 和手中的贡献 以及你们向 耶和华 许愿要献的 最美的一切还愿祭 都要带到 耶和华 你们的神 选择作为 利他名的地方 你们和 你们的儿女 仆悲 以及住在 你们城里的 立位人 都要在 耶和华 你们的神 面前欢乐 因为立位人 在你们中间 无份无业 你要自己谨慎 不可在你看见的 任何地方 献上你的烦祭 只要在 耶和华 从你的 一个支派中 拣选的地方 在那里 献上你的烦祭 在那里 行我吩咐 你的一切事 不过 在你的个城里 你都可以 照着 耶和华 你的神 赐给你的福分 随意杀生 吃肉 不洁净的人 和洁净的人 都可以吃 像吃羚羊 和鹿的肉一样 只有血 你们不可吃 要倒在地上 像倒水一样 你的五谷 心酒 和心油的 十分之一 你牛群 羊群中 投生的 和你所许一切 还愿的祭 你甘心献的祭 和你手中的贡献 都不可 在你的城里吃 你只要在 在耶和华 你的神面前 和在耶和华 你的神选择的地方吃 你和你的儿女 仆悲 以及在你城里的 立位人 都可以吃 你也要因 你手所做的一切事 在耶和华 你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自己谨慎 你在你那地上的日子 永不可丢弃立位人 耶和华 你的神 照着他应许你的 扩张了你的境界的时候 如果你因心里 可想吃肉 说 我想吃肉 那么 你就可以随意吃肉 耶和华 你的神 选择做利他名的地方 如果 离开你太远 你就可以 照着我吩咐你的 把耶和华 赐给你的牛羊 取蝎 宰杀了 可以在你的城里 随意地吃 你吃那肉 好像人吃羚羊 和鹿的肉一样 不洁净的人 和洁净的人 都可以一起吃 只是 你要心意坚定 不可吃血 因为 血就是生命 你不可把生命和肉 一起吃 你不可吃血 要倒在地上 像倒水一样 你不可吃血 好使你 好使你和你的子子孙孙 得享福乐 因为 你行了耶和华 看为正的事 只是 你要把你应有的圣物 和你的还原祭 都带到耶和华 选择的地方去 把你的凡祭 肉和血 都陷在耶和华 你的神的祭坛上 其他的祭的血 要倒在耶和华 你的神的祭坛上 至于那肉 你却可以吃 你要谨慎 听从我吩咐你的 这一切话 好使你 和你的子子孙孙 永远得享福乐 因为你行了 耶和华 看为好 为正的事 耶和华 你的神 把你将要进去 赶走的列国的民 从你的面前 除灭以后 你就得着 他们的地 住在那里 那时 你要自己谨慎 不可在他们 从你的面前 被消灭以后 随从他们的恶俗 而陷入网罗 也不可求问 他们的神说 这些国的人 怎样侍奉 他们的神 我也要这样行 你不可 向耶和华 你的神这样行 因为耶和华 恨恶的一切 可厌恶的事 他们都向 他们的神行了 甚至把自己的儿女 用火焚烧 献给他们的神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话 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不可加添 也不可减少 生命纪 第十三章 你们中间 如果有先知 或做梦的人 兴起来 给你显示 神迹或奇事 他告诉你的神迹 和奇事应验了 以致他对你说 我们去随从别的 你不认识的神 侍奉他们吧 你不可听从 那先知 或做梦的人的话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试验你们 要知道 你们是不是 一心一意 爱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要顺从 耶和华 你们的神 敬畏他 遵守他的诫命 听从他的话 侍奉他 紧靠他 至于那先知 或做梦的人 你们要把他处死 因为他说了叛逆的话 叛逆了 那领你们出埃及地 救赎你脱离 为奴之家的 耶和华 你们的神 要你离弃 耶和华 你的神 吩咐你走的道路 这样 你就把那恶 从你们中间除掉了 你的同母兄弟 或你的儿女 你怀中的妻子 或是你如自己性命的朋友 如果暗中引诱你说 我们去侍奉别的神吧 就是你和你的列祖 向来不认识的 是你们周围各族的神 无论是离你近的 或是离你远的神 从地这边 直到地那边的神 你都不可依从他 也不可听从他 你的眼 不可顾惜他 你不可怜悯他 也不可袒护他 总要把他杀死 你要先向他动手 然后全民才动手打死他 你要用石头打死他 因为他要使你离弃那 领你出埃及地 脱离维奴之家的 耶和华 你的神 这样 全以色列听见了 必然害怕 就不会再在你们中间 行这样的恶了 在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居住的 一座城中 如果你听说 有些匪徒 从你中间出来 把本城的居民引离 说 我们去侍奉别的神吧 那些神 是你们素来不认识的 你就要调查 研究 仔细访问 如果的确有着可厌恶的事 行在你们中间 你就要用刀剑 把那城里的居民杀掉 把那城和城里的一切 以及牲畜 都用刀剑完全毁灭 并且 把从城里掠夺的一切战利品 都要收集在那城的广场上 用火 把城和在城里掠夺的一切战利品焚烧 献给耶和华 你的神 那城 就要永远成为废墟 不可再建造 那灯毁灭的物 一点也不可留在你手中 好使耶和华转意不发烈怒 反而向你施恩 怜悯你 照着他向你的列祖所起的事 使你的人数增多 只要你听从耶和华 你的神的话 遵守我今日 吩咐你的一切诫命 实行耶和华 你的神 看为正的事 就必这样 生命纪 第十四章 你们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儿女 不可为了死人 割伤自己的身体 也不可使你们的额上光秃 因为 你是属于耶和华 你的神的圣洁子民 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 拣选了你们 特做他自己的子民 可厌恶之物 你都不可吃 你们可以吃的牲畜 是以下这些 牛 绵羊 山羊 鹿 羚羊 赤鹿 野山羊 迷鹿 野羊 野鹿 在走兽中 分体成两体脂 又反除的走兽 你们都可以吃 但是那些反除或分体的走兽中 你们不可吃的有 骆驼 兔子 和食欢 因为它们反除却不分体 就对你们不洁净 至于猪 因为它分体却不反除 就对你们不洁净 它们的肉 你们不可吃 它们的尸体 你们不可触摸 在水中 你们可以吃的 有以下这些 有骑 有鳞的 你们都可以吃 有骑 没有鳞的 你们都不可吃 这是对你们不洁净的 洁净的鸟类 你们都可以吃 你们不可吃的鸟类 有以下这些 鹰 狗头鹰 红头鹰 鸢 准 黑准 以及这一类的鸟 乌鸦和这一类的鸟 鸵鸟 夜鹰 海鹰 雀鹰 以及这一类的鸟 小猫头鹰 猫头鹰 狡吃 小肖 秃鸟 鱼鹰 罐 鹿 鹿 以及这一类的鸟 带圣和蝙蝠 有翅膀的昆虫 对你们都不洁净 你们都不可吃 洁净的鸟类 你们都可以吃 自死的动物 你们都不可吃 可以送给你城里的寄居者吃 或是卖给外族人吃 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子民 不可用山羊糕母的奶 煮山羊糕 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 就是田地每年所出的 献上十分之一 又要把你的五谷 辛酒和辛油的十分之一 以及你牛群 羊群中投生的 在耶和华 你的神面前吃 就是在他选择 做他名的居所的地方吃 好使你可以学习 常常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耶和华 你的神赐福于你的时候 耶和华 你的神 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 如果离你太远 那路又太长 使你不能把贡物 带到那里去 你就可以换成银子 把银子拿在手里 到耶和华 你的神选择的地方去 你可以用这银子 随意买牛羊 清酒和烈酒 你心想要的 都可以买 在那里 你和你的家人 都要在耶和华 你的神面前 吃喝欢乐 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 你不可丢弃他 因为他在你们中间 无分无业 每三年之末 你要把那一年的 全部出产的 十分之一取出来 积存在你的城里 这样立位人 因为他在你们中间 无分无业 以及在你城里的寄居者 和孤儿寡妇 就可以来吃得饱足 好叫耶和华 你的神 在你手所做的一切事上 赐福给你 每七年的最后一年 你要施行豁免 豁免的方式是这样 债主都要把借给灵社的一切豁免了 不可向灵社和兄弟追讨 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 如果借给外族人 你可以向他追讨 但借给你的兄弟 无论你借的是什么 你都要豁免 在你中间 必没有穷人 因为在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 耶和华 必大大赐福给你 只要你留心 听从耶和华 你的神的话 谨守遵行 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 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 必照着他应许你的赐福给你 你必借贷给许多国的民 却不会向他们借贷 你必统治许多国的民 他们却不会统治你 但是 在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 无论哪一座城里 在你中间 如果有一个穷人 又是你的兄弟 你对这穷苦的兄弟 不可硬着心肠 也不可袖手不理 你一定要向他伸手 照着他缺乏地借给他 补足他的缺乏 你要自己谨慎 不可心里起恶念 说 第七年的豁免年进了 你就冷眼对待你穷苦的兄弟 什么都不给他 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 你就有罪了 你必须给他 给他的时候 你不要心里难受 因为为了这事 耶和华你的神 必在你一切工作上 和你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给你 既然在地上 必有穷人存在 所以我吩咐你说 你总要向你地上的 困苦和贫穷的兄弟 大声援助之手 你的兄弟 无论是西伯来男人 或是西伯来女人 如果卖身给你 要服侍你六年 到第七年 就要让他离开你得自由 你使他自由离开的时候 不可让他空手而去 要从你的羊群 河场 榨酒池中 多多地供给他 耶和华 你的神怎样赐福给你 你也要怎样分给他 你要记得 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 你的神救赎了你 因此 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 如果他对你说 我不愿离开你 他说这话 是因为他爱你和你的家 又因为他喜欢和你相处 那么 你就要拿锥子 把他的耳朵 在门上刺透 他就永远做你的奴仆 对待你的卑女 你也要这样行 你使他自由离开你的时候 不要为难 因为他服侍了你六年 应得故宫双倍的工资 这样 耶和华 你的神 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 赐福给你 你的牛群羊群中所生 是投生雄性的 你都要把他分别为圣 归给耶和华你的神 你的牛群中投生的 你不可用他去耕田 你的羊群中投生的 你不可给他剪毛 你和你的家人 年年要在耶和华选择的地方 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 吃着投生的牲畜 这投生的如果有什么残疾 像瘸腿或是虾眼 无论有任何严重的残疾 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 你的神 你可以在家里吃 不洁净的人和洁净的人 都一样可以吃 像吃羚羊和鹿一样 只是不可吃他的血 要把血倒在地上 像倒水一样 生命纪第十六章 你要守雅比月 向耶和华你的神守渔月节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在雅比月的一个晚上 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你要在耶和华选择 立为他名的居所的地方 把羊和牛做逾越节的祭生 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你吃这祭的时候 不可和有效的饼一同吃 七日之内 你要吃无效饼 就是困苦饼 因为你是急急忙忙 从埃及地出来的 好使你一生的年日 都可以纪念 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 七天之内 在你的全境不可见有效 第一天晚上 你献的鸡肉 一点也不可剩下 流到早晨 你不能在耶和华你的神 赐给你的任何一座城里 宰杀逾越节的祭生 只能在耶和华你的神 选择做他名的居所的地方 晚上日落的时候 就是你出埃及的时刻 宰杀逾越节的祭生 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 选择的地方 把鸡肉煮了吃 到了早晨 你才可以回到家里去 六日之内 你要吃无效饼 到了第七日 要向耶和华你的神 守圣会 什么功都不可做 你要计算七个七日 从开帘收割 和教的时候算起 共计七个七日 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 举行七七节 照着耶和华你的神 神赐福你的 尽你所能地 献上你手里的甘心计 你和你的儿女 仆悲 以及在你城里的立位人 在你们中间的寄居者 孤儿和寡妇 都要在耶和华你的神 选择做他名的居所的地方欢乐 你也要记得 你在埃及做过奴仆 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 你从河场上和榨酒池里 收藏了出产以后 就要举行祝鹏节七日 在这节起以内 你和你的儿女 仆悲 以及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 寄居者 孤儿和寡妇 都要欢乐 你要在耶和华选择的地方 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要在你一切土产上 和你守所做的一切事上 赐福给你 你就满有欢乐 每年三次 就是在除孝节 七七节 祝鹏节 你所有的男丁 都要在耶和华选择的地方 朝见耶和华你的神 但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 个人要按手中的力量 照着耶和华你的神 赐你的福 奉献礼物 在耶和华你的神 赐给你的各城里 你要按着各支派 设立审判官和官长 他们要按着公义的判断 审判人民 不可趋往正直 不可寻人的情面 不可收受贿赂 因为贿赂能使智慧人的眼变瞎 也能使义人的话颠倒过来 你要追求公正 公义 好使你能存活 并且能承受耶和华你的神 赐给你的地做产业 在你为耶和华你的神 筑的祭坛旁边 不可栽种什么树木 做亚瑟拉 也不可为自己树立神柱 这是耶和华你的神 所恨恶的 有残疾或有什么缺点的牛羊 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 所憎恶的 在你中间 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赐给你的任何一座城里 如果发现有人 无论是男是女 行耶和华你的神 眼中看为恶的事 违犯了他的约 去侍奉别的神 并且敬拜他们 敬拜太阳或月亮 或任何天象 是我耶和华没有吩咐的 有人告诉你 你也听见了 就要好好调查 如果却有这些事 真的在以色列中 行了这可赠可厌的事 你就要把那个 行了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 带出来 到城门那里去 用石头把他们打死 凭着两个或三个 见证人的口供 就可以把那该死的人处死 只是凭着一个 见证人的口供 却不可以把人处死 见证人要先下手 然后众民也下手 把他处死 这样你就把那恶 从你中间除掉 在你的城里 如果有什么征送的事 或是流血 或是诉讼 或是殴打 是你很难处决的案件 你就要起来 上到耶和华 你的神选择的地方 去见立位支派的祭司 和当时的审判官 询问他们 他们就必指示 你们怎样判断这案件 你要照着他们 从耶和华选择的那地方 向你指示的话去行 他们指教你的 你都要谨守遵行 你要按着他们指教你的律法 和照着他们 告诉你的判断去行 他们告诉你的话 你不可偏左或偏右 如果有人擅自行事 不听从祭司 就是势力在那里 侍奉耶和华你的神的 或是不听从审判官 那人就必须处死 这样 你就可以把这恶 从以色列中肃清了 众民都会听见 而且惧怕 也不再擅自行事了 你进了耶和华你的神 赐给你的地 占领了那地 居住在那里的时候 如果你说 我要立一位君王治理我 像我四围的列国一样 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的神 拣选的人 做君王管理你 你要从你的兄弟中 立一位做你的君王 不可立你的兄弟以外的人 做王管理你 只是君王不可为自己加天马匹 也不可使人民回埃及去 为要加天马匹 因为耶和华曾经对你们说过 你们不可再回到那条路去 他也不可为自己加天非病 恐怕他的心偏离了耶和华 也不可为自己积蓄极多的金钱 他登上了国位的时候 就要把立位支派的祭司面前的律法书 为自己抄录一份副本 那份副本要藏在他身边 他一生的年日都要诵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 和这些律例 这样他的心就不会高傲 轻看自己的兄弟 也不会偏左偏右 离了这诫命 好使他和他的子孙 在以色列中 在他的国位上 可以日子长久 《生命纪》第十八章 必为支派的祭司和立位整个支派 在以色列中必无份无业 他们所吃的是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和他们应得的一份 立位人在兄弟中必没有产业 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应许他们的 祭司从人民应得的份是这样 人无论是献牛或是献羊 要把前腿、两腮和胃给祭司 你也要把出熟的五谷、新酒、新油 和出茧的羊毛给他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从你的各支派中 把他拣选出来 使他和他的子孙 可以常常奉耶和华的名 势力公祭司的职 如果有住在以色列中任何一座城里的立位人 离开了那里 一心一意到耶和华选择的地方去 他就可以奉耶和华他的神的名供职 像他的众兄弟立位人在那里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一样 除了他从附加承受的产业以外 他还可以得着和他的兄弟相等分量的祭物 你到了耶和华 你的神要赐给你的那地的时候 那些外族人可厌可恶的事 你不可学习去行 在你中间不可有人把自己的儿女献作伙计 也不可有占卜的 算命的 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 念咒的 问鬼的 行巫术的 过阴的 因为行这些事的 都是耶和华厌恶的 就是因为这些可厌可恶的事的缘故 耶和华你的神 才把他们从你的面前赶走 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 因为你要赶走的那些民族 都听从算命的和占卜的 至于你 耶和华你的神 却不容许你这样行 耶和华你的神 要从你中间 就是从你的众兄弟中间 给你兴起一位先知来 像我一样 你们要听从他 这正是你在和列山开大会的日子 求耶和华你的神的一切话 说 不要让我再听见耶和华我的神的声音了 也不要让我再看见这大火了 免得我死亡 耶和华对我说 他们所说的都很好 我要从他们的兄弟中间 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 像你一样 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口里 他必把我吩咐他们的一切话都对他们说 如果有人不听从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 我必亲自追讨那人的罪 不过 如果有先知擅自奉我的名 说我没有吩咐他说的话 或是奉别的神的名说话 那先知就必须处死 如果你心里说 耶和华没有说过的话 我们怎能知道呢 一位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说话 如果那话不成就 也不应验 这话就不是耶和华说的 是那先知擅自说的 你不要怕他 生命纪第十九章 耶和华你的神把列国的名剪除了 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的地赐给了你 你赶走了那些国民 住在他们的城市和房屋以后 你就要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 德维耶的地上 为自己分别三座城 你要为自己预备道路 又要把耶和华你的神给你做产业的地分为三区 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 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就可以存活 规例是这样 无意杀了人 彼此又肃无仇恨的 譬如他和灵社同进森林砍伐树木 他手里挥着斧子砍伐树木的时候 斧头净脱了把 落在灵社身上 以致那人死了 他就可以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去 这样他就可以活命 免得抱血仇的 心中怒火如焚的时候 追赶那误杀人的 因为路途长远 就追上了他 把他杀死 其实他没有该死的罪 因为他和那人肃无仇恨 因此我吩咐你 你要为自己分别三座城 如果耶和华你的神 照着他向你列祖起过的事 扩张你的境界 把他应许赐给你列祖的权地 都赐给了你 如果你谨守遵行 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一切诫命 爱耶和华你的神 常常行他的道路 你就要在这三座城以外 再加添三座城 免得无辜人的血 留在耶和华你的神 要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 以致留人血的罪 归在你身上 但是如果有人恨他的灵舍 埋伏着等他 起来攻击他 把他杀死了 然后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 他本城的长老 要派人去 把他从那里带出来 交在报血仇的人手中 好把他处死 你的眼睛不可顾惜他 却要把留无辜人的血的罪 从以色列中除掉 好使你平安无事 在耶和华你的神 要赐给你承受为业的地上 不可挪以你灵舍的地界 因为那是先人立定的 人无论有什么过错 或是犯了什么罪恶 不可凭着一个见证人的指证 总要凭着两个见证人的口供 或是三个见证人的口供 才可以确定 如果有强横的见证人起来 指证某人作恶 那么两个彼此争颂的人 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 和当时在职的祭司 与审判官面前 审判官要仔细查问 如果见证人是个假证人 做假见证陷害自己的兄弟 你们就要像他想怎样 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对待他 这样你就把那恶 从你们中间除掉 其余的人听见了就必害怕 不敢再在你中间 行这样的恶事了 你的眼睛不可顾惜 要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生命纪 第二十章 你出去和你的仇敌作战的时候 看见马匹 车辆 和比你多的人群 你不要怕他们 因为那把你们 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耶和华 你的神 与你同在 你们快要上战场的时候 祭司要上前来 对人民说话 对他们说 以色列人啊 你们要听 你们今日快要和仇敌作战 你们不要胆怯 不要惧怕 不要惊慌 不要因他们的缘故战惊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和你们同去 要为你们攻打 你们的仇敌 要拯救你们 官长也要对人民宣告 谁建造了新房屋 还没有行过奉献礼的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死在战场上 别人去为他的房屋 行奉献礼 谁栽种了葡萄园 还没有享用过他的果子的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死在战场上 别人去享用他的果子 谁与女子订了婚 还没有迎娶的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死在战场上 别人去娶了他 官长又要对人民宣告 谁是惧怕 胆怯的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使他兄弟的心融化 像他的心一样 官长对人民讲完了话 就要指派军官统帅他们 你临近一座城 要攻打纳城的时候 要先向纳城提和议 如果纳城以和平的话回答你 给你开门 城里所有的人 都要给你做苦工服侍你 如果纳城不肯与你言和 却要与你作战 你就要围困纳城 耶和华你的神 把城交在你手里的时候 你要用利刃杀进城里所有的男丁 只有妇人、小孩子、牲畜 和城里所有的一切 就是一切战利品 你都可以据为己有 你的仇敌的战利品 你都可以吃用 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 离开你很远的各城 不是属于这些国民的城 你都要这样对待他们 只是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这些国民的城市里 凡有气息的 连一个你也不可让他活着 只要照着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的 把贺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喜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完全灭绝 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赠的事 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神所行的事 以致他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 如果你围困一座城 很久才能攻取占领它 你就不可恢复破坏那里的树木 因为你可以吃树上的果子 却不可以砍伐树木 难道田间的树木是人 可以被你围困的吗 只有你知道不结果子的树木 你才可以毁坏砍伐 用来建造围城的设备 攻击那与你作战的城 直到把它攻下为止 生命纪第21章 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 如果发现有被杀的人倒卧在田野 又不知道是谁杀死他的 这样你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 量一下从被杀的人那里到四周城市的距离 看看哪一座城离那被杀的人最近 纳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母牛犊 就是还没有耕过地 没有富过厄的 纳城的长老要把母牛犊牵下去 到一个有活水长流的山谷 就是未曾耕种过 未曾洒过种的地方 在那里要打折母牛犊的景象 立位支派的祭司的子孙要上前来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拣选了他们侍奉他 奉耶和华的名祝福 一切争颂和一切殴打的事 都要凭他们的话决定 纳城所有的长老 就是离那被杀的人最近的 都要在山谷中 在被折断景象的母牛犊以上洗手 他们要声明说 我们的手未曾流过这人的血 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 耶和华 求你赦免你的子民以色列 就是你救赎的 不要使流无辜人的血的罪 归在你的子民以色列中间 这样他们流人血的罪 就得到赦免了 如果你行耶和华 看为正的事 就可以从你中间 除掉流无辜人的血的罪了 你出去和仇敌作战的时候 耶和华 你的神 把他们交在你手里 你就把他们掳了去 如果你在被掳的人中 看见了容貌美好的女子 就恋慕她 要娶她做妻子 那么 你可以把她带进你的家里 她要剃头休假 脱去贝鲁时所穿的衣服 住在你家里 为自己的父母哀哭一个月 然后你才可以亲近她 你做她的丈夫 她做你的妻子 如果将来你不喜欢她 就要让她随意离去 绝不可为了钱把她出卖 也不可以她为奴 因为你已经侮辱了她 如果人有两个妻子 一个是她喜爱的 一个是她不喜爱的 两个都给她生了儿子 但长子是她不喜爱的妻子生的 到了她把所有的产业 分给儿子承受的日子 她不可把她喜爱的妻子的儿子 立为长子 排在她不喜爱的妻子的儿子以上 她才是长子 却要承认她不喜爱的妻子的儿子 为长子 把所有的产业分两份给她 因为这儿子是她强壮有力的时候 所生的投生子 长子的权利本是属于她的 如果人有忤逆倔强的儿子 不听从父母的话 父母管教他以后 他还是不听从 他的父母就要捉住他 把他带到当地的城门 去见本城的长老 对本城的长老说 我们这个儿子忤逆倔强 不听从我们的话 是个贪食耗酒的人 全城的人就要用石头打死他 这样 你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以色列众人听见了 就都惧怕 如果人犯了该死的罪 被处死以后 你就把他挂在木头上 他的尸体不可留在树上过夜 必须在当日把他埋葬 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 是受神咒诅的 这样 你就不至于玷污 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了 生命纪第22章 如果你看见你兄弟的牛 或羊走迷了 你不可不理 总要把他们牵回你的兄弟那里 如果你的兄弟离你很远 或是你不认识他 你就要把他牵到你家中 留在你那里 等到你的兄弟来寻找他 你就还给他 对他的驴 你要这样行 对你的兄弟失去 而被你找到的任何东西 你都要这样行 不可不理 如果你看见你兄弟的驴 或牛跌倒在路上 你不可不理 总要帮助他 把他们拉起来 妇女不可穿男子的服装 男子也不可穿妇人的衣服 因为这样做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的神厌恶的 如果你在路上遇见鸟窝 或是在树上 或是在地上 里面有雏鸟 或是有蛋 母鸟浮在雏鸟身上 或在蛋上 你不可连母带子一起取去 总要让母鸟飞去 只可以取子 这样 你就可以得着好处 得享长寿 如果你建造新房屋 要在屋顶上做栏杆 免得有人从那里跌下来 流血的罪就归到你家 不可把两样的种子 撒在你的葡萄园里 免得你所种的全部收成 和葡萄园的出产 都要充公分别为圣 归给圣殿 你不可用牛和驴一同耕地 不可穿羊毛和细麻 混合织成的布料 你要在所批的外衣上 四边做穗子 如果人娶妻 和他同房之后 就恨他 捏造可耻的事毁谤他 破坏他的名誉 说 我娶了这个女子 和他亲近的时候 发现他没有贞洁的凭据 那少女的父母 就要把那少女的贞洁凭据拿出来 带到城门去见本城的长老 少女的父亲要对长老说 我把我的女儿给这人做妻子 他却恨他 捏造可耻的事毁谤他 说 我发现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 其实这就是我女儿的凭据 于是 他们就把衣服 铺在那城的长老面前 那城的长老 要把那人捉住 惩罚他 罚他1140克银子 交给那少女的父亲 因为他破坏了一个 以色列处女的名誉 那少女仍要做他的妻子 终生不能修他 但如果这事是真的 少女没有贞洁的凭据 就要把那少女带到他父家的门口 本城的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 因为他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 在他父家行了淫乱 这样你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去 如果发现有人和有夫之妇同情 就要把奸夫淫妇二人都处死 这样你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了 如果有个少女 本来是处女 已经许配了人 有人在城里遇见了他 和他同情 你们就要把他们二人带到当地的城门口 用石头打死他们 那少女该死 是因为他虽在城里 却没有呼叫 那男人该死 是因为他玷污了灵社的妻子 这样你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如果有人在田间遇见了 已经许配人的少女 拉住他和他同情 只要把那和他同情的人处死 但你不可对付那少女 他并没有该死的罪 这件事就像一个人忽然起来攻击自己的灵社 你把他杀了一样 因为那人在田间遇见那少女 那已经许配人的少女呼叫了 却没有人救他 如果有人遇见一个少女 原是处女 还没有许配过人 就抓住他和他同情 又被人发现 那和他同情的人 就要把五百七十克银子给那少女的父亲 那少女要归作他的妻子 因为他玷污了他 他终生不能修他 人不可娶父亲的妻子 也不可揭开父亲的衣襟 生命纪第二十三章 搞完受伤的或生殖器被割除的 不可进耶和华的会 私生子不可进耶和华的会 他的后代直到第十代 也不可进耶和华的会 亚门人或摩押人 不可进耶和华的会 他们的后代直到第十代 也永远不可进耶和华的会 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 在路上迎接你们 又因为他们从两河之间的 亚兰的皮夺 雇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来攻击你 咒诅你 但耶和华你的神 不愿听从巴兰 耶和华你的神使咒诅的话 变为你的祝福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 你一生一世 永不可寻求他们的平安 和他们的福乐 你不可厌恶以东人 因为他是你的兄弟 不可厌恶埃及人 因为你在他的地上 坐过寄居的 他们所生的子孙 到了第三代 就可以进耶和华的会 你出兵安营 攻打仇敌的时候 要谨守自己 远避一切恶事 如果你们中间 有人因为夜间 偶然梦遗而不洁净 就要出到营外去 不可进入营中 到了黄昏的时候 他要用水洗澡 日落了 他才可以进入营中 你在营外要有厕所 你可以出到那里去变逆 在你的器械中 要有一把锹 你在外面变逆以后 可以用来铲土 转身把粪便掩盖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常在你的营中行走 要拯救你 要把你的仇敌 交在你的面前 所以你的营要圣洁 免得他看见你 那里有污秽的东西 就离开你 如果一个奴仆 离开了他的主人 逃到你那里来 你不可把他送交他的主人 他要在你中间和你同住 住在他自己选择的地方 住在他喜欢的城市 你不可欺负他 以色列的女子中 不可有妙计 以色列的男子中 不可有男妙计 妓女所得的酬金 或男计所得的代价 你不可带入耶和华 你的神的殿里 还任何的愿 因为这两样 都是耶和华 你的神厌恶的 你借给你兄弟的银钱 食物 或是任何可以生利的东西 都不可取利 借给外族人 你倒可以取利 只是借给你的兄弟 你就不可取利 好使耶和华 你的神 在你要去得为业的地上 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给你 如果你向耶和华 你的神许了愿 就不可迟延还愿 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 必向你追讨 那时你就有罪了 如果你不许愿 你倒没有罪 你嘴里说出来的 你要谨守 你亲口应许的甘心计 就是你向耶和华 你的神许的愿 你要实行 你进了你灵社的葡萄园 你可以随意吃饱葡萄 只是不可装在你的器皿里 你进了你灵社的麦田 你可以用手摘麦穗 只是不可在你灵社的麦田里挥动镰刀 生命纪第24章 人娶了妻子 得着他以后 如果发现他有丑事 以致不喜悦他 他就可以给他写修书 交在他手里 叫他离开夫家 他离开夫家以后 就可以去再嫁别人 如果后夫又恨他 也给他写修书 交在他手里 叫他离开他的家 或者娶他 或者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 那么 叫他离开的前夫 不可在他受了侮辱以后 再娶他为妻 因为这在耶和华面前 是可厌可恶的事 你不可是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土地 蒙受罪污 如果人娶了新妇 不可从军出征 也不可派他担任什么公务 他可以在家赴贤一年 使他所娶的妻子快乐 不可拿人的膜 或是上膜时做抵押 因为这等于拿人的生命做抵押 如果发现有人拐带了 以色列人的一个兄弟 把他当作奴隶看待 或是把他卖了 那拐带人的就要处死 这样你就把那恶 从你中间除掉 在大麻风的灾病上 你要谨慎自己 照立位支派的祭司 指教你们的一切 认真地谨守遵行 我怎样吩咐了他们 你们就要怎样谨守遵行 你当记得 你们出了埃及 在路上的时候 耶和华你的神 向米利安所行的事 如果你借东西给你的灵舍 不论所借的是什么 总不可走进他的家里去拿抵押 你要站在外面 等那向你借贷的人 把抵押拿出来给你 他若是个穷人 你不可留他的抵押过夜 到了日落的时候 你要把抵押品还给他 好使他 好使他可以用自己的衣服盖着睡觉 他就给你祝福 这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 就算是你的意了 困苦贫穷的故宫 无论是你的兄弟 或是寄居在你的地上 你的城里的 你都不可欺压他 你要当日给他工钱 不可等到日落 因为他贫穷 把心放在工钱上 免得他对你不满 而呼求耶和华 你就有罪了 不可因儿子的罪处死父亲 也不可因父亲的罪处死儿子 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被处死 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网正直 也不可拿寡妇的衣服做抵押 你要记住 你在埃及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的神 把你从那里救赎出来 所以 我吩咐你要遵行这话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的时候 如果遗留一捆在田里 就不可再回去拾取 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 好使耶和华你的神 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给你 你打橄榄树以后 支上剩下的不可再打 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 你收取葡萄园的葡萄以后 剩下的不可再摘 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 你要记住你在埃及做过奴仆 所以我吩咐你遵行这话 如果人与人之间有争颂的事 就上法庭去 审判官审判他们的时候 要定义人有礼 定恶人有罪 如果有罪的人应受责打 审判官就要叫他服下 当面按着他的罪 照着树木责打他 只可打他四十下 不可再多 恐怕你多打了他 过了这树木 你的兄弟就在你眼前受入了 牛在踹鼓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兄弟住在一起 他们中间如果有一个死了 没有留下儿子 死者的妻子就不可出嫁外人 他丈夫的兄弟 要向他尽兄弟的本分 娶他为妻和他同房 他所生的长子 要归王兄的名下 免得他的名字 从以色列中被涂抹了 那人如果不喜欢娶他兄弟的妻子 他兄弟的妻子 就要到城门去见长老说 我丈夫的兄弟 不肯在以色列中 为自己的哥哥立名 不肯对我尽兄弟的本分 本城的长老 就要把那人叫来 对他说明 如果他坚持说 我不乐意娶他 他哥哥的妻子 就要当着长老的面前 走到那人跟前 脱去他脚上的鞋子 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 那不为自己哥哥建立家事的 人人都要这样对待他 从此 在以色列中 他的名字 必称为脱鞋者之家 有两个人在一起打斗 如果其中一人的妻子走前来 要救他的丈夫脱离那打他丈夫的人的手 就伸手抓住那人的下体 你就要砍掉那妇人的手 你的眼不可顾惜 你带里不可有两样不同的砝码 一大一小 你家里不可有两样不同的生斗 一大一小 你要有准确公正的砝码 你要有准确公正的生斗 好使你在耶和华 你的神 赐给你的地上 得享长寿 因为所有行这些事的 就是行不义的事的 都是耶和华 你的神厌恶的 你要记住 你们出了埃及以后 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对待你 怎样在路上遇见了你 趁你疲倦困乏的时候 攻击你后方所有软弱无力的人 并不敬畏神 所以 耶和华 你的神 使你脱离四为所有的仇敌 在耶和华 你的神 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 得享太平的时候 你勿要把亚玛利这名号 从天下涂抹 不可忘记 生命纪 第二十六章 将来 你进了耶和华 你的神 赐给你做产业的地 占领那地 并且住在那里以后 就要从耶和华 你的神 赐给你的地上 把地上各种出手果子 取些来 放在篮子里 到耶和华 你的神 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的地方 去见当时做祭司的 对他说 我今日向耶和华 你的神表明 我已经来到了耶和华 向我们的列祖 启示应许 要赐给我们的地 祭司 就要从你手里 接过篮子 放在耶和华 你的神的祭坛前面 然后 你要在耶和华 你的神面前说 我的祖先 原是个漂泊流亡的亚兰人 他下到埃及 在那里寄居 他人数稀少 在那里 却成了又大又强 人数又多的国 埃及人恶待我们 苦害我们 把苦功加在我们身上 于是我们向耶和华 我们列祖的神呼求 耶和华听见了我们的声音 看见了我们所受的困苦 劳碌和压迫 耶和华就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臂 以及大而可畏的事 神迹和奇事 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把我们领进这地方 把这地赐给我们 就是流奶与蜜的地 耶和华啊 现在你看 我把你赐给我的土地的出手果子 带了来 随后 你要把篮子 放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 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下拜 你和立位人 以及住在你们中间的外族人 都要因耶和华你的神 赐给你和你的家的一切好处 而欢乐 每逢第三年 就是十分献一之年 你把一切出产的十分之一 完全取出 分给立位人 寄居的 和孤儿寡妇 使他们在你的城中 吃饱了以后 你就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说 我已经把圣物从家里除去了 也分给了立位人 寄居的 和孤儿寡妇 都照着你 吩咐我的一切诫命 就是你向我们的列祖启示应许的那流奶与蜜的地 耶和华你的神 他又使你得称赞 他又使你得称赞 名誉和尊贵 到了耶和华你的神 祝给你的土地的那一天 你要立起几块大石头 漫上石灰 你过河以后 要把这律法的一切话 都写在石头上面 使你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土地 就是流奶与蜜的地 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应许你的 所以将来 你们过了约旦河 就要在以巴禄山上 照着我今日吩咐你们的 把这些石头立起来 漫上石灰 在那里 你要为耶和华你的神 筑一座石坛 在石头上 你不可动铁器 你要用没有凿过的整块石头 筑耶和华你的神的坛 在坛上 你要献上凡祭给耶和华你的神 又要献上平安祭 并且在那里吃喝 也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把这律法的一切话 都清清楚楚写在石头上 摩西和立位之派的祭司 对以色列众人说 以色列要默默静听 今日你已经成为耶和华你的神的子民了 所以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 遵行他的诫命和律例 这是我今日吩咐你的 那天摩西又吩咐人民 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 西缅 立位 犹大 以撒加 约瑟 遍雅敏等支派的人 要站在基利辛山上 为人民祝福 刘本 加德 雅舍 西布伦 但 拿弗塔利等支派的人 要站在以巴禄身上 宣布咒诅的话 立位人要向以色列众人大声说 制造耶和华厌恶的雕像或铸像 工人手中做的 并且在暗处设立的 那人必受咒诅 众名都要应声说 阿们 轻蔓父母的 必受咒诅 众名都要说 阿们 移动灵射地界的 必受咒诅 众名都要说 阿们 使瞎子走错路的 必受咒诅 众名都要说 阿们 对寄居的 和孤儿寡妇屈网正直的 必受咒诅 众名都要说 阿们 和父亲的妻子同寝的 必受咒诅 因为他揭开了他父亲的衣经 众名都要说 阿们 和任何野兽同寝的 必受咒诅 众名都要说 阿们 和同父异母或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同寝的 必受咒诅 众名都要说 阿们 和岳母同寝的 必受咒诅 众名都要说 阿们 暗中杀害灵社的 必受咒诅 众名都要说 阿们 接受贿赂杀人 留无辜人的写的 必受咒诅 众名都要说 阿们 不坚守这律法的话去遵行的 必受咒诅 众名都要说 阿们 生命纪第28章 如果你实在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 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 耶和华你的神 必使你超过地上所有的民族 如果你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 以下这一切福气 必临到你身上 必把你追上 你在城里必蒙福 在田间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 土地所出的 牲畜所出的 牛生殖的 和羊所产的 都必蒙福 你的篮子和你的团面盆 都必蒙福 你出必蒙福 你入也必蒙福 那起来攻击你的仇敌 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击败 他们从一条路出来攻击你 必在你面前从七条路逃跑 在你的仓房里和你守所办的一切事上 耶和华必吩咐福气领导你 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 祂必赐福给你 如果你谨守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 遵守祂的道路 耶和华就必照着祂向你起过的事 立你做祂自己的圣名 地上万民 借你被称为耶和华名下的人 就必惧怕你 在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 要赐给你的土地上 他必使你身上所生的 牲畜所产的 土地所出的 都丰富有余 耶和华必为你打开他天上的宝库 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 在你手里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 你要借贷给许多国的民 却不会向人借贷 耶和华必使你做头不做尾 居上不居下 只要你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 谨守遵行 不可偏离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话 不偏左也不偏右 以致去随从和侍奉别的神 但是 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不谨守遵行 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和律例 以下这一切咒诅 就必临到你身上 把你赶上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 在田间也必受咒诅 你的篮子和团面盘都必受咒诅 你身所生的 土地所出的 牛生殖的和羊所产的 都必受咒诅 你出必受咒诅 你入也必受咒诅 耶和华必在你手所做的一切事上 使咒诅 纷乱和责备 临到你身上 直到你被消灭 速速地灭亡 因为你行恶 离弃了我的缘故 耶和华必使瘟疫随着你 直到他把你从你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了 耶和华必用劳病 热病 炎症 虐疾 干旱 汗风 和煤烂打击你 他们必追赶你 直到你灭亡 你头上的天 必变成铜 你脚下的地 必变成铁 耶和华必使你地上的雨水 变为飞沙尘土 从天上下到你身上 直到你被消灭 耶和华必使你在仇敌面前被击败 你从一条路出去攻击他们 必在他们面前从七条路逃跑 你必成为天下万国惊骇的对象 你的尸体 必成为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走兽的食物 必没有人来把他们吓走 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窗 滞漏 牛皮蜆 红枕打击你 这是你不能医治的 耶和华必用癫狂 眼瞎 心乱 打击你 你必在中午的时候摸索 好像瞎子在黑暗中摸索一样 你的道路必不亨通 你必日日受欺压 被抢夺 没有人拯救你 你和女子订了婚 别人必和她同情 你建造房屋 必不得住在里面 你栽种葡萄园 必不得享用她的果子 你的牛在你眼前被宰了 你必不得吃她的肉 你的驴从你面前被抢夺了 必不归还给你 你的羊群交给了你的仇敌 必没有人拯救 你的儿女 必被交给别国的名 你必亲眼看见 日日为他们焦虑 你必无能为力 你土地的出产 和你劳碌得来的一切 都必被你不认识的民族吃尽 你必常常受压迫和压制 你因亲眼看见的 必要疯狂 耶和华 必用毒窗打紧你的双膝和双腿 有种置顶 使你无法医治 耶和华 必把你和你所力统治你的君王 领到你和你的列祖 都不认识的国那里去 在那里 你必侍奉别的神 就是木头石头所做的神 在耶和华要领你去的各民族中 你必成为使人惊骇 使人嘲笑和讽刺的对象 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然很多 但收进来的却很少 因为蝗虫把它吞吃了 你栽种修理葡萄园 必不得收葡萄 也不得喝葡萄酒 因为虫子把它吃尽了 你全境必有橄榄树 却没有油抹身 因为你的橄榄还未成熟就脱落了 你必生儿养女 却不是属你的 因为它们都要被掳去 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土地的出产 都必被害虫吃光 住在你中间的寄居者 必渐渐高升 比你高而又高 你必渐渐下降 低而又低 他要借给你 你却不能借给他 他必做头 你必做尾 这一切咒诅 必领到你 必追赶你 必把你追上 直到你被消灭 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 没有遵守他吩咐你的诫命和律例 这些咒诅 必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成为一击和其事 直到永远 因为你在这样富足的时候 没有以欢乐和高兴的心来侍奉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你必在饥饿 干渴 赤身陆体和缺乏之中 去侍奉耶和华派来攻击你的仇敌 他必把铁鳄放在你的景象上 直到把你消灭 耶和华必从远方 从地籍把一国的民带来 像鹰一般飞来攻击你 这民的语言你不会听 这民脸无羞耻 不顾老年人的情面 也不恩待青年人 他们必吞吃你牲畜所生的 和你土地所产的 直到把你消灭 必不给你留下五股 辛酒和油 幼小的牛 以及肥嫩的羊 直到使你灭亡为止 他们必把你围困在你的各城里 直到在你的全境内 你所倚靠高大和坚固的城墙都被攻陷 他们必把你围困在 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全地的各城里 你在仇敌围困和窘迫你的时候 要吃你身所生的 就是吃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儿女的肉 你们中间温柔嫩弱的男人 必敌视自己的兄弟 怀中的妻子和余生的儿女 甚至在你的仇敌围困和窘迫你 在各城里的时候 他要吃自己儿女的肉 却不肯分给他们任何人 因为他没有什么剩下的 你们中间温柔娇嫩的妇人 素兰因为温柔娇嫩 不肯把脚掌踏在地上 现在必敌视自己怀中的丈夫和自己的儿女 他暗中把自己两腿之间出来的婴孩 和自己生的儿女吃掉 因为在你的仇敌围困和窘迫你在各城里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你不谨守遵行写在这书上的这律法的一切话 不敬畏这荣耀和可谓的名 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耶和华就必使你和你的后裔遭受其灾 就是大而长久的灾 毒而长久的病 他必使你惧怕的埃及人的各种疾病 都临到你身上 紧紧地缠着你 又把这律法书上没有记载的各样灾病 都降在你身上 直到你被消灭 你们以前虽然像天上的心那么多 现在剩下的人数却寥寥可数 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 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欢你们得好处 使你们人数众多 将来也必怎样喜欢你们灭亡 把你们消灭 你们必从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被拔除 耶和华必使你分散在万民中 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 在那里你要侍奉你和你的列祖不认识的别的神 这是木头和石头做的神 在那些国中 你必不得安息 也没有脚掌歇息的地方 耶和华却必使你在那里心中发战 眼目憔悴 精神颓废 你未来的生命 必悬而不定 你必昼夜恐惧 生命难保 以你心里的惧怕 惊恐 和你眼中看见的景象 早晨你必说 但愿现在是晚上 晚上你必说 但愿现在是早晨 耶和华必用船 把你送回埃及去 走我曾经告诉你 你不得再见的那条路 在那里 你们必卖身 给你的仇敌 做奴仆和做卑女 却没有人买 这些是耶和华在摩押地 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的话 是耶和华和他们在合力山所立的约以外的 摩西把以色列众人召了来 对他们说 耶和华在埃及地 在你们面前 像法老和他的众臣仆 以及他的全国所行的一切 你们都看见了 就是你亲眼见过的大事宴和神迹 以及那些大骑士 但是直到今日 耶和华还没有给你们一颗能明白的心 能看见的眼睛 能听见的耳朵 我在旷野四十年之久 领导你们 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 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 饭 你们没有吃 清酒或烈酒 你们没有喝 这是要使你们知道 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你们来到了这地方 西石本王西红和巴山王厄 就出来与我们交战 我们击败了他们 夺取了他们的地 分给刘本仁 加德仁和马拿西半个支派做产业 所以 你们要谨守这约的话 并且遵行 好使你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横通 今日 你们全都站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 你们的首领 祖长 长老 官长 和以色列所有的男子 你们的小孩 妻子 和在你营中的寄居者 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 都站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 为要叫你遵守 耶和华 你的神 今日 与你所立的约 和他向你所起的事 这样 他今日可以立你做他的子民 他可以做你的神 正如他曾经对你说过的 又对你的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起过事的 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 起这事 而且 也与那些 今日和我们在这里 一同站在耶和华 我们的神面前的人 以及那些 今日 不与我们同在这里的人 立这约 起这事 你们清楚知道 我们怎样 在埃及地住过 怎样从立国中经过 你们也见过 他们的可赠之物 和他们那里 那些穆、石、金、银的偶像 恐怕你们中间 有男人或女人 家族或支派 今日心里偏离了 耶和华我们的神 去侍奉那些国的神 又恐怕你们中间 有恶根 生出毒草和苦井来 如果人听了这咒诅的话 心里仍然自夸说 我虽然照着顽梗的心而行 使好人和恶人一起灭亡 我还有平安 耶和华必不肯饶恕他 耶和华的怒气和愤恨 必向这人发作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 都要降在那人身上 耶和华也必从天下涂抹他的名 耶和华必照着写在这律法书上的 约的一切咒诅 把他从以色列种植派中分别出来 使他遭受灾祸 后代的人 就是你们以后兴起来的子孙 和从远方来的外族人 看见了这地的灾难 和耶和华降与这地的疾病 又看见了遍地有硫磺 有盐鲁 有火烧 没有播种 没有出产 寸草不生 好像耶和华在烈怒和烈火中 毁灭的索多玛 俄摩拉 亚玛 洗扁一样 看见了这些的人和万国的人都要问 耶和华为什么像这地这样行呢? 为什么大发烈怒呢? 人就必回答 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的约 就是耶和华 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 去侍奉别的神 向他们叩拜 就是他们不认识的神 也是耶和华 没有给他们指定要拜的神 所以 耶和华向这地大发烈怒 把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 都降在这地上 于是 耶和华在烈怒 愤怒和大怒中 把他们从他们的地土拔出来 丢在别的地方 像今天一样 奥秘的事 是属于耶和华 我们的神的 只有显露的事 是永远属于我们 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 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当这一切事 就是我摆在你面前的祝福和咒诅 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在耶和华 你的神赶逐你去的万国中 你心里必回想这些话 你和你的子孙 必一心一意归向耶和华 你的神 照着我今日 吩咐你的一切 听从祂的话 那时 耶和华 你的神 就必使你这被掳的人回归 祂必怜悯你 耶和华 你的神 必从你被分散到的万民中 把你再召集回来 你被赶逐的人 就是在天涯海角 耶和华 你的神 也必从那里 把你召集回来 从那里 把你带回 耶和华 你的神 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之地 使你可以得着这地 祂必善待你 祂也必使你的人数增多 胜过你的列祖 耶和华 你的神 必把你心里 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 要你一心一意 爱耶和华 你的神 使你可以存活 耶和华 你的神 必把这一切咒诅 加在你的仇敌 和恨恶你 逼迫你的人身上 你 却要再听从 耶和华的话 遵行 祂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 吩咐你的 耶和华 你的神 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 你身所生的 牲畜所出的 地土 所产的 都丰盛有余 因为耶和华 必再喜悦你 使你得福 像从前喜悦你的列祖一样 只要你听从耶和华 你的神的话 谨守着律法书上 所写的诫命和律例 只要你一心一意 回转归向耶和华 你的神 其实我今日 吩咐你的 这诫命 对你并不太难 离你也不太远 这诫命 不是在天上 以致你说 谁替我们上到天上去 为我们取下来 使我们听见 就可以遵行呢 也不是在海外 以致你说 谁替我们过海去 为我们取回来 使我们听见 就可以遵行呢 其实 这话离你很近 就在你口里 也在你心里 使你可以遵行 你看 我今日把生命和福乐 死亡与灾祸 都摆在你的面前了 如果你听从 耶和华 你的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 吩咐你的 爱耶和华 你的神 行祂的道路 谨守祂的诫命 律例 典章 使你可以存活 人数增多 耶和华 你的神 就必在你 要进去 得为业的地上 赐福给你 但是 如果你的心 偏离了 不肯听从 却被人勾引 去敬拜 和侍奉别的神 我今日 郑重地告诉你们 你们 必要灭亡 在你过 约旦河 进去 得为业的地上 你的年日 必不长久 我今日 呼天唤地 向你们作证 我把生与死 福与祸 都摆在你面前了 所以 你要选择生命 好让你 和你的后裔 都可以活着 爱耶和华 你的神 听从祂的话 紧靠祂 因为 那就是你的生命 你的长寿 这样 你才能在 耶和华 向你的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岂是应许 要赐给他们的地上 居住 生命纪 第31章 摩西又把这些话 告诉以色列众人 对他们说 我现今一百二十岁 不能再照常出入了 耶和华 也曾对我说 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 耶和华 你的神 要亲自领你们过去 从你们面前消灭这些国的民 使你们得着他们的地 照着耶和华说过的 约书亚 要亲自领你们过去 耶和华对待他们 必好像从前对待他消灭的 亚摩利人的两个王 西红和厄 以及他们的国一样 耶和华 必把他们交给你们 你们照着我吩咐 你们的一切命令 对待他们 你们要坚强勇敢 不要害怕 也不要因他们畏惧 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与你同去 他绝不撇下你 也不离弃你 摩西把约书亚召了来 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对他说 你要坚强勇敢 因为 你要和这人民 一同进入耶和华 向他们的列祖启示 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 你也要使他们得着那地为业 耶和华亲自在你前头行 与你同在 他绝不撇下你 也不离弃你 你不要害怕 也不要惊慌 摩西把这律法写好了 就交给台耶和华 约贵的立位支派的祭司子孙 和以色列的众长老 摩西吩咐他们 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 就是在豁免年的定期 祝鹏节期间 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 你的神选择的地方 朝见他的时候 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把这律法宣读给他们听 你要召集人民 男人 女人 孩子 以及你城里的寄居者 叫他们可以听见 叫他们可以学习 好敬畏耶和华 你们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也叫他们 还不认识这律法的儿女 可以听见 使他们在你们过约旦河 去德维耶的地上生活的时候 一生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 看哪 你的死骑临近了 你要把约书亚召来 你们二人要站在会幕里 我好吩咐他 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前去 一同站在会幕里 耶和华在会幕里 在云柱中显现 这云柱停在会幕的门口上面 耶和华对摩西说 看哪 你快要和你的列祖长眠了 这人民要起来 在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在那地的人中 与外族人的神行邪淫 离弃我 破坏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到了那日 我必向他们大发烈怒 离弃他们 颜面不顾他们 他们就必被吞灭 并且遭遇很多灾祸和患难 到了那日 他们必说 我们遭遇这些灾祸 不是因为我们的神 不在我们中间吗 到了那日 因为他们偏向了别的神 和所做的一切恶事 我必颜面不顾他们 所以 现在你们要为自己写下这首诗歌来 教导以色列人 放在他们口中 使这首诗歌成为我反对他们的见证 因为 我把他们领进了 我向他们的列祖启示应许的地 就是流奶与蜜的地 他们在那里吃饱了 发胖了 就必偏向别的神 释放他们 藐视我 破坏我的约 他们遭遇许多灾祸和患难的时候 这首诗歌 就必在他们面前作证 因为这首诗歌 必不会从他们后裔的口中忘记 其实 我还未领他们进入我启示应许之地以先 他们今日心里所怀的意念 我都知道了 摩西 就在那一天 写下了这首诗歌 教导以色列人 耶和华吩咐嫩的儿子约书亚 说 你当坚强勇敢 因为 你要领以色列人 尽我向他们启示应许的地 我必与你同在 摩西把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 直到写完了 摩西就吩咐 抬耶和华约贵的立位人说 你们要把这律法书 放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约贵旁 可以在那里做反对你们的见证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悖逆和应景 看啊 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 何况我死了以后呢 你们要把你们各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 都召集到我这里来 我好把这些话说给他们听 并且呼天唤地对他们作证 因为我知道 我死了以后 你们必完全败坏 偏离我吩咐你们的道路 在末后的日子 必有灾祸临到你们身上 因为你们必行 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以你们手所做的事 惹他发怒 于是 摩西把这首诗歌的话 都说给以色列的全体会众听 直到说完了 生命纪第32章 天哪 留心吧 我要说话 地呀 聆听我口中的言语 我的教训下降如雨 我的言语滴落如露 像细雨落在青草上 像甘霖降在蔬菜上 因为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 你们要尊崇我们的神的伟大 祂是磐石 祂的作为完全 因为祂一切所行的全都公平 祂是诚实无畏的神 又公义又正直 这世代向祂行事败坏 就不是祂的儿女满有弊病 这实在是个乖僻弯曲的世代 愚昧无知的人民啊 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 祂不是你的父 不是把你买回来的吗 祂造了你 建立了你 你要回想古时的日子 思念历代以来的年月 问你的父亲 祂必告诉你 问你的长者 他们必对你说 至高者把地业赐给列国的时候 把人类分开的时候 就照着以色列子孙的树木 立定了万民的境界 但耶和华的粪 就是他的子民 他的产业就是雅各 耶和华在旷野之地遇见了他 在荒凉之地 和野兽吼叫的荒野 遇见了他 就环绕他 看顾他 保护他 好像保护自己眼中的铜人一样 又像老鹰 搅动朝窝 飞翔在除鹰之上 扇展翅膀 揭取除鹰 背在自己的两翼之上 耶和华 耶和华独自领导了他 并没有外族人的神与他同在 耶和华使他成价地的高处 得吃田间的土产 又使他从岩石中西密 从坚固的盘石中取油 也吃牛洛和羊乳 羊羔的脂肪 巴山的公牛和公山羊 以及上好的麦子 也喝了葡萄汁酿成的酒 但耶稣伦肥胖了就踢跳 你肥胖了 你粗壮了 你饱满了 他离弃了造他的神 轻看了救他的盘石 他们以外族人的神 激动了神的愤恨 以可赠之事 惹起了他的怒气 他们献祭给鬼魔 他们不是神 就是他们从来不认识的神 是近来新兴的 是你们的列祖所不惧怕的 你轻忽了生你的盘石 你忘记了禅你的神 因为他的儿女激怒了神 耶和华看见了 就弃绝了他们 说 我必颜面不顾他们 要看看他们的结局怎样 因为他们是乖屈的一代 心里没有信实的人 他们以不是神的神 激动了我的愤恨 以虚无之物 惹动了我的怒气 我也以不是子民的人 激动他们的愤恨 以愚昧的国民 惹动他们的怒气 因为在我的怒中 有火燃烧起来 烧到阴间的深处 把大地和地的出产 尽都吞灭 连山的根基也烧着了 我要把灾祸 夹在他们身上 把我的剑向他们射尽 他们必因饥荒消瘦 被热病和毒症消灭 我也要打发野兽 用牙齿咬他们 和土中的蛇类 用毒义害他们 外有刀剑 内有惊恐 使人丧亡 使少男少女 婴孩和白发老人 竟都丧亡 我原想 我要把他们分散到各处 把他们的名号 都从人间除灭 但我惧怕仇人激动我 恐怕敌人误会了 又恐怕他们说 是我们的手高举了 并不是耶和华 做了这一切事 因为他们是缺乏计谋的国 他们心中没有见识 如果你们有智慧 就可以明白这事 认清自己将来的结局了 如果不是他们的磐石 把他们出卖了 如果不是耶和华 把他们交出来 一人怎能追赶一千人 二人怎能使万人逃跑呢 连我们的仇敌也自己断定 他们的磐石不像我们的磐石 因为他们的葡萄树 是索多玛的葡萄树所出的 是俄摩拉的田地所生的 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 每一挂都是苦的 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疫 是毁蛇的剧毒 这不是主藏在我这里 封闭在我的宝库中吗 等到他们失足的时候 我要伸冤报应 因为他们遭遇灾难的日子尽了 那预备要临到他们身上的事 必快快临到 依和华要为自己的子民申冤 为自己的仆人难过 因为依和华 看见他们的能力已经消逝 为奴的或自由的 都没有剩下一人 他必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投靠的磐石在哪里呢 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脂肪的 喝他们惦记之酒的神在哪里呢 让他们兴起来帮助你们吧 愿他们保护你们吧 现在 你们要知道 只有我是那一位 除我以外 并没有别的神 我使人死 也使人活 我打伤 我也医治 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里抢救出去 我向天举手 说 我活到永永远远 如果我磨亮了我的刀剑 如果我掌握了审判权 就必向我的仇敌深冤 必向恨我的人报应 我要使我的剑 饮血饮罪 就是被杀的人 和被掳的人的血 我的刀剑要吃肉 就是吃仇敌常法首领的肉 列国啊 你们当与耶和华的子民一同欢呼 因为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 他要向他的仇人报复 他要救赎他的地和他的子民 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前来 把这首诗歌的一切话 都说给人民听 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话 就对他们说 我今日警告你们的一切话 你们都要放在心上 好吩咐你们的子孙 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因为这不是空洞 与你们无关重要的事 而是你们的生命 借着这事 你们再过约旦河去德维耶的地上 才可以日子长久 就在那一天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上这亚巴林山去 就是尼泊山 在耶利哥对面的摩亚地 观看我赐给以色列人维耶的迦南地 你必死在你登上的山上 归到你的族人那里去 像你的哥哥亚伦死在荷尔山上 归到他的族人那里去一样 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 在加迪斯米利巴水边 在以色列人中间背逆我 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遵我为圣 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你可以从对面观看 却不得进去 生命纪第33章 这是神人摩西在死前给以色列人所住的福 他说 耶和华从西奈而来 从西尔光照他们 从巴兰山射出光辉 在千万圣者中来临 从他的右手有烈火的律法 他实在爱人民 他的众圣者都在你的手里 他们坐在你的脚前 各自领受你的话 摩西把律法吩咐我们 作为雅各会众的基业 人民的众首领 以色列的各支派 一同会合的时候 耶和华就在耶稣轮做王了 愿刘本生存 不致死亡 愿他的人数不致稀少 论到犹大 他这样说 耶和华 求你垂听犹大的声音 令他归回自己的族人那里 他曾用手为自己奋斗 愿你帮助他抵挡仇敌 论到立位 因为他说 耶和华啊 愿你的土名和乌林属于倚靠你的立位人 就是你在马萨试验过的 在米粒巴水边与他们争论过的 立位人论到自己的父母说 我没有看顾他们 他不承认自己的兄弟 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 因为他们谨守你的话 持守你的约 他们要把你的典章教训雅各 把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 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 把全生的繁祭陷在你的祭坛上 耶和华啊 求你赐福他的能力 悦纳他手中的作为 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他的人 愿你刺透他们的腰 使他们不能再起来 轮到便雅敏 他说 耶和华所爱的 必在耶和华身边安然居住 耶和华终日庇护他 也必住在他的两间之间 轮到约瑟 他说 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 得着从天上而来的上好之物 以及蕴藏在地里的泉水 得着从太阳而来的上好之物 每月所产的家果 得着从太古之山而来的上品 从永远之岭而来的上好之物 得着从地所出的上好之物 和其中所充满的 得着那住在荆棘中的 耶和华的恩宠 愿这些都临到约瑟的头上 就是临到那在兄弟中 做王子的人的头上 他投生的公牛大有威严 他的两脚是野牛的脚 用来抵触万民 直到地极 这脚是以法连的万万 那脚是马拿西的千千 轮到西布伦 他说 西布伦啊 你出外的时候要喜乐 以撒迦啊 你在正棚里的时候 也要喜乐 他们要把万民招到山上来 在那里要献上公益的祭 因为他们要吸取海洋的丰富 沙土中埋藏着的宝藏 论到迦德 他说 那是迦德扩张的 是应该称颂的 迦德蹲下如母狮 他撕裂绑壁 连头顶也撕裂 他为自己选择了头一份 因为在那里 有指挥者的份 存留着 他与人民的众首领一同来 他施行耶和华的公益 以及与以色列有关的典章 论到但 他说 但是只幼狮 从巴山跳出来 论到拿福他利 他说 拿福他利啊 你饱受恩宠 满得耶和华的福 可以取得西方和南方为业 论到亚瑟 他说 愿亚瑟蒙福胜过众子 愿他得兄弟的喜悦 愿他把脚站在油中 你的门栓是铜的 是铁的 你的日子怎样 你的力量也必怎样 没有人像耶稣伦的神 为了帮助你 他成驾诸天 在他的威严中 他腾空行云 亘古的神 是你的居所 他永久地绑壁 在你以下 他把仇敌 从你面前赶出去 他发令说 毁灭吧 所以 以色列可以安然居住 雅各的本源 独处在产五谷新酒之地 他的天也低下甘露 以色列啊 你是有福的 有谁像你呢 你这蒙耶和华拯救的子民 他是帮助你的盾牌 他是你威严的刀剑 你的仇敌 必向你屈服 你必践踏他们的背脊 生命纪 第34章 摩西从摩押平原上了尼泊山 就是上了耶利哥对面的皮斯加山顶 耶和华把全地指给他看 就是把基列 直到旦 拿福他立全地 以法连和马拿西之地 犹大全地 直到西海 南地和那平原 就是宗树城 耶利哥的盘地 直到索尔 都指给他看 耶和华对他说 这就是我曾经向亚伯拉罕 以色 雅各 启示应许之地 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 我让你亲眼看见了 可是 你不能过到那边去 于是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照着耶和华所说的 死在摩押地 耶和华把他埋葬在摩押地 伯皮尔对面的山谷里 只是直到今日 还没有人知道埋葬他的地方 摩西死的时候 已经一百二十岁 他的眼睛没有昏花 他的精力也没有衰退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 为摩西哀哭了三十日 然后 为摩西守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 嫩的儿子约书亚 因为摩西 曾经按手在他身上 就充满了智慧的灵 以色列人就听从他 照着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去行了 以后在以色列中 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 像摩西一样的 他是耶和华 面对面所认识的 耶和华 他拆遣他在埃及地 向法老和他的一切全仆 以及他的全地 行了一切神迹和其事 摩西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行了一切大能的事 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